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今天前线百分百 要带您来个五月行情大研判 会不会有美股魔咒 专家说在今年几率比较低 会不会有五穷六绝 专家说有机会一个一个歼灭 如果这两项利空 今年都不会有 台股五月有没有机会再写旌旗呢 今天请教专家 当然最重要的 美国进入超级财报之后 台湾陆续的五月 要公布第一季的财报了 今年要带您来个黑马大曝光 最重要要精选五星潜力股 还有一个大专题 来看看ETF 今年要做一个绩效的大检视 到四月为止 到底今年以来谁坠赚 结果出来全网惊呆了 为什么呢 等一下告诉您 五月ETF大换血之后 今天要来个交战守折了 首先台股的五月大研判 今天邀请到伯金老师晚安 大家好 ETF到底谁坠赚 接下来怎么操作 今天邀请到了志源晚安 大家好 到底谁是第一季的财报黑马 今天邀请到的红米晚安 大家好 台北股市在今天没有交易 亚洲股市当中在今天 很多股市今天都修饰 但是好多最新发展 影响到明天台股的开盘 影响到整个的五月行情 首先这件事情 不见请您上台来 尽管会已经在昨天最新证实了 台股现在落入了载机指数 时间在四月二十九号 符合了载机指数的定义 最快三个月之后 七月二十九号 恐怕美系的外资投资人 反而就不能交易台股的大小奇货了 当然郑奇局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 他说目前美系外资占台指期 大概比重百分之零点七不高 所以影响不大 第二个美系外资要交易还是可以 透过了集团境外的子公司 就可以投资台湾的台指期了 其交所接下来会积极败会外资 争取来台湾参与交易的机会 之前专家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但我就怕空方明天会不会借题发挥 其实不只是明天 我认为只要台币最近表现弱势的话 他都有可能拿这个发挥 所以看台币 对看台币 因为这个是外资在主导 那我说真的 不只有美系外资 欧系什么 入资日系什么 如果台币贬的话 他有没有机会 拿台积电来重重往下砸 而且我们去看过去的例子 2021年的这个4月 上次也是 列入载机指数 你看这个震荡有没有很大 这震荡有没有很大 那当然啦 他解禁是在2022年的10月 这一段你不能算他的 因为这段是美国暴力式的升息 所以大家都跌 可是你会发现 列入以后 有没有这个波段的震荡加剧 可是他也有在创高 有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或许会借题发挥 但不见得打得下去 这个是一个重点 你除非就是台币跟着重扁 那当然那一天就有可能 指数跌幅会比较大 那重点在于说 你看这个金黄会有讲嘛 目前美系外资只占0.7 比重很小 影响不大 而且其实他真的要交易的话 他就跑到新加坡或香港 那从那边的子公司 来买卖台子期就好了啊 OK 那个影响到顶多是什么 个人嘛 你美国人没办法 可是美国的自然人 很少人会来做台子期 好所以这件事情 第一个 其实接下来外资态度 看台币 所以打不打得下来 在现在可能还要观察 这第一个 我们要扫除眼前的利空 那第二个是来自于 昨天美超围公布了财报 来两大重点 第一个 第三季的季度财报呢 营收本来预计是3.95亿元 实际只有3.85亿元 这项不如预期 但是EPS比预期还要好 毛利率符合预期 最重要对于经营的财测 营收EPS都是调高的 但是为什么美超围 昨天公布财报之后 盘和股价中错了15% 财报不好吗 怎么解读 怎么影响明天 好第一个财报真的是不差 那我觉得大家解读 问题在哪 不在基本面 而是在市场的氛围 就是说现在联总会 要降息的时间点 你根本不知道了 原本是6月一直延 对不对 延到现在大家看 可能是9月 好 那因为是这样 它变成什么 你延后降息 利率维持在高档的时候 这个AI这个族群 或我们要讲 最近这几天公布 财报的这些相关的个股 你像那个超伪 不是美超伪 是AMD 它盘后也跌8% 为什么 因为本益比被下修了 重点在于市场看到 这个利率维持在高档 把本益比调低 股价自然而然就被压低了 不然你这种成绩单 跟这种预期 其实不差 那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美超伪 在盘后跟法人会议里面 他有讲到说 他有一些关键性的零组件 没办法很顺利的进来 所以造成什么 造成他的这个营收 没办法往上走 可是后面顺畅就OK 我觉得或许这个有 但最重要应该就是在于什么 市场向下调整本益比 好那这样子陆续下来的话 我先说明天AI 台股的AI族群会不会受影响 开盘一定影响 但开盘影响我们就要观察了 待会刚好有AI指标股 那我会建议大家观察 第一个广达伪创伪影这三档 能不能稳住 开盘不管你跌个3%5%都好 能不能开低往上走高 再来就是什么 散热啊 机壳这些相关的中小型个股 这些个股如果也可以什么 开低走高的话 那我跟你讲 来就补就没问题了嘛 好所以这项当然作为 明天台北股市的一个利空测试 整个5月份的行情 往上往下主流 还有谁将带着走 好第一个5月份我们要讲 就是说5月其实台股 可能也不平静了 原因在于你看到 在4月最后一天美股 对不对 科技股同步都出现 大概跌超过2%的这个走势 代表什么 代表大家在看 5月还是有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观察 连准会的态度 最近感觉好像越来越硬 对不对 那市场已经从Failwatch看到 第一次降息会延到9月 所以这个东西呢 5、6月通膨的数据就很重要嘛 所以你在通膨公布前后 本来之前大家都觉得没什么 对不对 现在又要回到那个 等待通膨开奖的日期了 也就是说通膨如果出来还是高 那股市就会下来 好 另外一个是我觉得 大家也不用那么悲观 因为美国大选在后面 所以我们不排除什么 拜登民调那么差 对不对 所以政治力有没有可能去施压 提前到7月 这个我觉得可以观察 但这种东西是无形的嘛 无形的我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根据去拆 可是我觉得你后面就去观察 连准会讲话的重点 如果没有那么阴了 甚至开始放软了 那就有机会 明天很重要 我们会请吴章老师帮您解读 好来第三个日元 第三个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日元在最近创下34年的新低 一度来到160对1美元了 如果日元我们看一下 扁上去之后 冲上来之后 这一天大家 日本央行来干预 对不对 好 可是你看 阻不了啊 阻不了嘛 所以有可能什么 再上来测试一次 要跌再跌嘛 好 那回到字卡 那如果是这样 主要我问你 日元作为亚洲的这个龙头 我们很难不受影响 对啊 那亚币会不会净扁 台币如果扁 那外资就空方借题发挥嘛 就是往下打嘛 所以 我说台币是5月指数 能不能过高的变数嘛 虽然这样讲 我们来加全看 台股其实算是 我觉得意外的强了 为什么 加全指数在目前它是 占上所有短期大量的高点 我们看一下加全 加全的这个走势 你看这个大量 这个大量 最后一个大量的高点 有没有占上 7000亿大量高点 三天就占上来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比预期来的强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图来看 第一个 我跟大家讲 这个位置 大概19800 不要跌破 这个盘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 可是一旦 他把这缺口封闭 你要小心什么 会破底 所以后面就观察 你做多的 你就守这个位置 2万到19000 中间 再来 这几天 纵使有利空 没关系 这边缺口补掉 能够守住2万点 震完以后 我觉得他有机会再往上走 至于能不能过高 关键在这个高点 这个20532左右 这个高点只要收盘 未来两三天 能够站稳的话 这个20883不是问题 了解 所以我们回到质卡来看 1万9800到2万点 有撑 只要不跌破1万9800 你都不用担忧 他会破底的问题 5月他就是什么 有可能先上 后震荡 先上后震荡 对 那这个震荡 也有可能什么 过高以后 马上就拉回 而且可能 回的速度也很快 也有一个可能是 过高就停在那里 这个我觉得都要看美股 但是至少他是有机会先往上 所以美股来的强 所以你也不要因为 昨天晚上的美股中错 而就想了 礼拜四我们也会跟着跌多少 这个我觉得都要取决内支 在这过程当中 电子股在4月的下半旬 成交量一直做5成左右 所以5月份到底族群 谁的局 520之前很关键 会不会在520之后 从传产的局变成电子的局 这个我觉得就有机会 要看了 那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其实到目前来看 营建股大家讲嘛 涨多了对不对 到底涨多多 很多的个股 它还是有高值利率 这么厉害 大家自己去算 很多的这个营建股 到目前来看 4% 5%还比比皆是 已经涨这么多 对已经涨这么多 那代表一件事 营建股之前是被低估的 它是被压抑的 所以我说 它涨多还有高值利率 代表什么 它的主身段是还没结束的 纵使礼拜二的这个国舰 公布那个1块钱的股利 直接趴打下来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国舰的日线 国舰虽然礼拜一打下来 出了大量对不对 好 那就很关键嘛 这个低点 还有5日线的这个位置 只要礼拜四回来不跌破 而且量马上缩掉的话 它有没有结束 还没 也还没啊 因为你从这一波的走势 它只告诉你一件事嘛 量价不会同时到顶的话 这个高点会不会过 很有机会 再一个哦 这个礼拜二打下来 算是一个大家认为的利空 对不对 你有你有听过高档在放利空的吗 这应该是高档 我要放利多 然后来掩护它出货嘛 所以这个消息的逻辑也不太对嘛 所以我判断是说 短线震一震 在过高的同时 你再小心 好我们再回来看哦 好那银建股是这样 那再一个哦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高股息 TF对不对 银建股要纳入高股息 要干嘛 要有庞大的市值嘛 比如说要过250 要过300亿 要过400亿 因为它殖利率已经没问题了 对 但是市值要冲高 所以银建股的市值会赶进度啊 那市值赶进度 然后就股价要涨嘛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在看的这个重点 那银建股的关键就是在于说 要有全面喷出的现象 要有高档报大量的现象 到礼拜二为止 全面喷出有没有看到 好像还没 高档报大量之在 少数的个股也不是全部 再来就是什么 我们看到吗 对岸最近四出三一 这个国民党立委也过去了 好 所以航空跟光光的多头 看起来是有机会要起来的 这个是问号还是金看号 我觉得就波段的角度来看 是有机会在这里起来 为什么现在几月 现在是五月 五月再来是什么旺季 暑假 是暑假的旺季 你看去日本那个机票 都是到北海道都是快三万块的 好那如果他暑假开放 到中国出团 或是中国这边开放过来 对于航空跟观光来讲 是一个大利多 所以这个东西也OK 那另外重点就比较大家去小心 就是说虽然美国变压器的需求不变 可是他因为波段涨多了 所以目前他在消化什么 获利的卖压 我们看一下重电 看个四电好了 1503的四电 你看四电 有没有 他的这个走势啊 上次跟大家讲关键在300块嘛 其实稍微有跌破 所以你要小心什么 他这里是一个波段的头部 如果未来几天再来一个中场可以直接往下灌的话 那就告诉你头部成型 这个很有可能会回撤极限 好 这个不是基本面变坏 而是短线的技术面 他开始有疑虑 疑虑什么就是涨太多 这个是大家去小心的 好 那另外讲到电子股 我说520过后 如果传产该反应的利多都反应完了 没有新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回归 什么 回归业绩的嘛 回归基本面了嘛 跌最深的细制裁 对细制裁嘛 那细制裁我们讲 它是一个天花板的 你天花板都往下破了 你其他电子股怎么上 所以细制裁破年限以后 有的已经开始陆续强谈了 能不能把它形成一个气势 大家都往上走 我们来看创意 创意的这个股价 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这里出现一个什么 类似导撞反转的走势 那比较可惜的是 在这个礼拜一啊 出了一个这个大量 而且来到哪里 季线 来到季线 那这个大量又有上引线 代表什么 在季线套扰的人受不了 我赶快卖出来 所以它为了要消化这个卖压 未来几天我判断 会在这个缺口这里震荡 这个是你要留意 那再一个是说 因为现在季线往下压 对不对 所以它还是需要时间 在这里来回整理 但也因为它做出了 这个导撞反转 它就告诉你一件事 它应该初步落底了 了解 那创意如果落底的话 那些高价的四星KY Z1 M3E 有没有机会轮流落底 就有机会轮流 机会就来了嘛 好 吸之财 那再来的话就是 大家刚才看到嘛 AI的这个部分 市场还是很期待啊 GB200在9月啊 所以你看到 伺服器啊 散热啊 机壳这些都有在轮动 尤其是散热很强嘛 散热其实都是在什么 历史新高的这个附近 那所以这个族群 我会认为说 当电子要接棒的时候 跟GB200相关的 或是AI伺服器相关 这些要不要动 这些一定要动嘛 OK 那再一个是说 除了伺服器的部分 英特尔跟超微 我们看到最近陆续对 有新的这个CPU 有新的方案出来 对不对 所以AIPC也整理很久了嘛 下半年 本来它就是开始要进入旺季嘛 所以电子的可用之兵 不是少 焦点指标股有谁 好 再来我们就看焦点股了嘛 你除了国件之外 我们看一下这个 贯德润隆跟明轩 你会发现哦 贯德就是投信在买的嘛 这个国件也是嘛 好 那润隆比较厉害哦 润隆它要配多少 它要配12块的股票股力 但是 但是重点是 股价现在只有多少 只有110几 这个 股票股力配这么多 大家会觉得 是对未来多有信心啊 很有信心的这个感觉 我们看一下润隆的这个股价 你会发现 现在位阶也不高啊 前面这里市场 有人是认为 这个是反应了 可是我讲真的 现在才112块 它配完那个除下去 打折剩60几块而已 所以 这个股价 有没有机会跟他们一样 往上走 再来看贯德哦 贯德的走势 走到礼拜二为止 你有没有发现 量有很大吗 没有 其实没有 而且 它都还站在这个 大量的高点之上 来做震荡 那这种就我们要观察 礼拜四回来 国件能不能先回稳 OK 看国件 对 看国件能不能先回稳 再来这个投信有买的 可不可以在这里 手稳五日线以后 再往上过高 这个就很关键 因为其实它目前 都是贴着五日线在走 而且是还没有完全的 连续性喷出的这个现象 这是我们从基本面看到 就是涨不停了 但还没有一直涨停 再来营建涨完 就是资产会涨 然后资产涨完 可能就会涨金融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营建资产 过去的顺序是这样 所以你看资产三氧 投信跟外资也同 看一下三氧的图 三氧也是一样啊 时间拉长一点 三氧是什么 做出一个大敌 然后站上颈线 你就沿着五日线做就好了 时间短一点 你会发现 它就是贴着五日线走 所以五日线没有跌破 你就不用担心了 而且这待会儿量说 上涨都有量 这个就很正常的多头走势 另外一档 我们往下看 另外一档就是国宾 一样嘛 国宾在这里四电集团 这个杨德集团 里面他又有四电的持股 那国宾自己本身 就有那一块地嘛 所以你看最近也是在这里整理 一样嘛 这个量也缩掉了 这个结构都没有问题 所以营建完资产 资产完就可能看金融 金融我们今天第四段 要告诉你 今年大家都在拼配发高股息 所以金融有没有机会 鼓励价差两头赚 在今天第四段节目告诉你 另外电子族群 好 再来的话 就是高价的这个细致材 看一下世新跟力旺的图 这个最近反而都在对坐 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什么 趁美国这些AI股回来的时候 利空来测试 因为世新也是AI概念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下礼拜一不跌反涨 能够站上半年线 那就告诉你 这个底就完成了 OK 世新力旺 好 力旺的话 其实有没有破底完 其实它也有强坛的走势 也是在年线附近 那一样赶快站回来2500这里 它的底部就完成 那我会觉得一样了 最坏的时间应该也已经过去的 这个是在细致材的这个部分 来世新力旺达 好 广达跟这个宏基 一个是伺服器 一个是AI PC 你会发现最近投信都开始在买了 对不对 外资都在卖嘛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广达其实也不差 它就是回到什么 回到原本震荡的区间 所以广达第一个 网上你不要追 可是你不要忘了 广达之前的法说 跟你讲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5月过后相关伺服器的东西 会开始陆续的出货 所以营收会差吗 不会嘛 第二个 9月以后它有GB200的订单 会不会出货 会嘛 那就间接告诉你 从5月开始一路到年底 都好得不得了啊 所以你不买 你什么时候要买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要趁 5月有拉回来的时候 震荡的时候买 这个299会不会过 当然会过啊 宏基呢 好 宏基的话 你看经过 这个1月初到现在震荡争利 太魔人了 它还是在这里嘛 所以这个基期不高嘛 最近没有跟着涨到嘛 所以这种我觉得逢低压怀 就是布局 你就等什么 等超微跟英特尔新品发售 因为现在开始慢慢很多 这个NB 它都已经有搭载AI的功能 这个我是觉得 下半年应该是一个关注的重点 太好了 谢谢波剑老师 请先回座 所以5月行情 把您把轮廓稍微勾勒出来了 不过说到了5月 接下来两个礼拜 正投系 来自于第一季的财报 有一些陆续公布 他们的字节 有一些陆续公布 我们今天带你来找黑马 最主要精选 五星潜力股 马上回来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